三年零八個月 疫情的關係要看著爸爸媽媽 我們在加拿大一起住 連續兩年三年 都推了好幾部電影 還有電視劇 還有一些項目都推了 在我的字典裡沒有退休兩個字 第一是我當一個職業 以及熱愛這個 最主要其實這次回來 大家如果認識我 都記得我曾經是少年警察訓練學校的 剛剛今年我們的CADESCU少景 是五十週年紀念 我又是第一屆的學生 回來做一個叫做週年紀念的 大家一起聚咎 我又做主持的司儀 但其實都是大家高興開心的 《入行故事》就是這樣 其實是做少年警訓主持 那幾年之後 入屋 用現在的說法 因為有一個大哥哥的形象 變成香港的觀眾 或者是家長們 對我的認識非常深 他的印象很好 當我當時開過劇 就要一個年輕有為的角色 而且他又要新人來演過戲 但又不想怎樣宣傳 都不宣傳都有人認識他 誰知道就像度身訂做一樣 就像度身訂做一樣 回到來跟好朋友吃飯 他又知道兒子推出了一個品牌 就說有一個牛仔節 政府CREATE HONG KONG 和HKDI 就是HONG KONG DESIGN INSTITUDE 一起搞的 他又知道兒子做的品牌 裡面有牛仔 有indigo 就是牛仔的藍的染色 他就說你兒子有沒有興趣 因為今年會有外國設計師來參與 我就跟他商量 說我都可以在這裡做幾件剪品 所以就答應了做這件事 現在我自己做的時裝 都是古著和workwear 很functional的 那我就這麼久都會喜歡股像 我就覺得現在那個industry 有經常很多東西 都是一個系統的 我最記得就是以前 我有覺得很有趣的東西 就告訴他媽媽 她說我以前我小時候也有穿過 然後有時就是 甚至我爺爺都說 我以前也有穿過飛機箱 我就understand了是一個系統 有很多東西就是如果舊的都已經是 如果你做得好的東西就不會有什麼理想 我都覺得這個fashion industry是要做新的東西的 不可以停留在這裡 然後就經常穿頭衣服 不過就是如果是根本已經存在的 然後有一個很豐富的history 你就應該是去學一下那個history understand這件事為何做出來 然後之後就可以再 或者二次創作 再加工下去就可以回到現在的trend 我很多年代都有興趣的 或者六十年代就覺得很興趣 就是剛剛打完仗 就有很多軍服出來 我這麼久都很喜歡軍服的 因為是functional 還有綠色是我最喜歡的顏色 其實我沒有離開過這個圈的 移民了加拿大 因為加拿大都有一個電視台 我自己在加拿大有開了兩間Poutique 還有電視台又是有華者選舉 有新秀 全部冠軍都會回來香港比賽 他們又會搞這個TV show 其實我一年除了自己的生意之外 還有做兩個show 一個就是熱天 一個是冬天 其實都很豐富的 做了十幾二十年 到2006年 2008年不做 但是其實我自己覺得 對服裝的要求 或者fashion這件事 是你自己的喜好 是不要因為人而穿 有人會因為人而穿 但是我覺得是舒服的 不應該是我去讀身的 應該是公司裁縫 我去讀身 因為他當年天都約之後 是未到期的 因為未人是時間過天 要預續我 我陳文輝收到高層的指示 就說你兩個幾時幾日 就一定要你親身在那裡等 有一個藝人會來 我們兩個當然知道哪位 但是那張服裝紙下的話 要做那個requisition format 是沒有artist的名字 只是我和阿輝哥知道是哪位 身形來說當年他是很… 因為那時未流行那麼多八舊腹肌的人 那時要鍛鍊 所以他的身形是比較 其他藝人比較健康的 其實很簡單 夫妻兩個人都一定有自己的空間 什麼叫自己空間呢 其實就是說雖然大家都可能是同一個興趣 我有幫我自己的朋友 有時他也認識的 如果大家帶太太出來的時候 我可以經常出來 但如果不帶太太出來 他不會說為何不帶我去 他給了我自由的空間 我又給他自由的空間 有些興趣未必是我的興趣 未必是他的興趣 他不會阻止我 我又不會阻止他 那這個叫做要有空間 讓大家因為移民要兩地分隔也好 我覺得就算你每晚和買一張床 都要講信任 信任是可以維繫到兩個人的關係 尤其是很多人都會說娛樂圈 即是會有很多工作上會遇到很多不同的 譬如異性各方面等等 記者訪問也好 問一個問題 無論是女藝員或男藝員 如果他們結婚了 你太太會否介意 或者問那個女藝員 你先生會否介意 有些記者都會問 我覺得為何會介意 是職業 所以這件事就是講信字 信是可以的 當他小的時候 我是完全沒有離開家去工作的 因為我經常都說 一個小朋友生長就等於你種一棵樹 如果你有得他自己生 有大風有成 吹歪了到他大 你要咬正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你就看他風吹到這邊的時候 你知道你就要調回他 扶回他 大學才開始 他有十年沒有離開過多倫多 就是因為那時候 沒有離開過家 因為我就是剛才說的那件事 到時候走回頭的時候 原來他歪了 那就難了 難搞 那為何不看著他 歪了扶回正 其實我們三個人的感情 就是很好 和好像朋友一樣 我真的不看著他 我真的不看著他 你不能看著他 我真的不看著他 我真的不看著他 還是去看著他 感谢观看